主席,本宴同仁先進,同仰席,沒有婚禮,沒有婚紗,只有遺憾,本席在這裡見請各級政府,為同仰席辦一場幸福婚禮。 台灣目前雖然逐漸凋零的同仰席,但是在鄉下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到這些同仰席的遺憾。 我來自宜蘭,我經常聽到一些鄉親的反應,也聽到一些故事。 今天我們都知道,同仰席是小時候,甚至他還在嬰兒的時候,就被送到南方,被人家送做堆。 所以他們結婚的時候沒有婚禮,沒有婚紗。 往往,親情重於愛情,婚後的婚姻生活也不美滿。 當他們面臨他的女兒,他的孫女結婚的時候,那種內心的遺憾,油然而生。 我想,人都需要一種性的被愛的感覺。同仰席何其無辜。 台灣在1970年之後,同仰席已經變成被視為一種漏席,為人所不辭。 所以,逐漸凋零。但是,目前台灣還有很多收養外國小孩做同仰席的實力。 今天,台灣已經是一個民主人情的國家。對社會上過去,因為種種的歷史因素,不幸的因素。 造成他們在婚姻上的不幸,或者是在面臨兒女出嫁的時候,那種再次的傷痕。 我認為,我們各級政府,應該來為這些同仰席,辦一場幸福婚姻。幸福的婚禮。 同時,我也覺得,在此時此刻,我們辦理一些集團結婚。 行事重於實質。只是為了允許一些微薄的一些講助。 太過於空洞。也太過於行事。 反而忽略上,實際上比較需要真正的重視的部分。 如果可以辦集團婚姻,集團結婚,那為什麼不辦,為同仰席來辦一場幸福的婚禮。 在此,希望我們內政部,通力各縣市政府配合。 我們希望,能夠為社會上沒有照顧的人多一點溫暖的感覺。謝謝。